大佛碑全國羽球觀光錦標賽 今天是我們大佛碑的全國羽球觀光錦標賽 在我們張南國民運動中心來進行 一共四天的賽程 有來自全國各縣市的好手 兩千一百多位的選手 在這裡共同競逐四天的比賽 我們看到有相當多的選手 羽球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發現這幾年 因為羽球運動在全國各地方風行 所以全國羽球選手的質量大幅的提升 我們很樂意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我們也為推展全民運動有成果 感覺到非常的欣慰 今天我們很榮幸來參加 我們彰化縣羽球發展委員會 舉辦的第一屆大佛碑的羽球邀請賽 那這一次應該來講是彰化縣有史以來 羽球比賽的人口最多的一次 參賽的人口最多的一次 那我們也要感謝我們的縣長 我們的王縣長 它這個運動中心蓋了這麼標準的羽球運動中心 那裡面的燈光 包括我們的一個冷氣 包括我們的場地的地點 都是屬於國際化的標準 這個部分我們非常感謝 也感謝我們彰化縣政府對羽球的運動的推展 那感謝大家 謝謝 這次的一個彰化縣羽球發展協會所舉辦的大佛碑 是最主要促進我們彰化縣的一個 觀光及羽球運動的一個發展 那這次的賽事其實也邀請了全省各地的一個 羽球的球友來參與這個活動 那希望說我們彰化也是有一個很大型的一個比賽 在當地這樣子來做推廣 也結合觀光可以促進一些地方的一個景點的一個交友這樣子 那就是也感謝各位的支持 讓我們這次的賽事能如其的一個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